朋友们今天我准备了10颗盘龙参 然后准备把它移植在我的花园的旁边 然后再准备了两颗太阳花 好了我们就把这些盘龙参移植到这个地方就行了 把这边挖一长条的沟 好了挖这么深 这10颗这个盘龙参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大颗 这根也很大 我们就把它埋在这 土埋在这个位置就行了 两颗 三颗 四颗 都很大颗的 五颗 六 这个不是 七颗 八颗 再深一点 你看它的叶子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仔细看 九颗 好嘞 一共10颗 朋友们 我们就种这10颗就好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太阳花种下去 防止到时候我们找不到了 是不是 就给它做个记号相当于 埋下来就行了 太阳花一开就能找到它在哪里了 不然的话我种了好多的地方 我都不记得它在哪了 现在 有时候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 这样我们就买好了 然后仔细看一下它的叶子 盘龙生的叶子 好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兰花 很美的吧 慢慢的它就会长出来了 行 我们就放在这儿 6月18分钟 想看 在这儿 轻易 这个 有时候 是不是 哼 我很 在那儿 有时候 自己 正可 来了 您